時代力量黨團在此提出中華航空的證明案 主要是因為長久以來中華航空、China Airlines常常被誤認為是中國的航空 甚至與Air China中國的中國國際航空被履歷造成混淆 包括在這次COVID-19的期間各國禁止中國航班的情況的同時 華航也有被誤認為是中國國際航班而遭到禁止停止的狀況 以及在這次防疫期間台灣的成績表現得非常好 以及台灣口罩國家隊的表現都受到國際的肯定 我們也在捐住國際口罩的同時 我們以台灣Can Help的英文布條向國際社會發聲 希望能夠看見台灣 但是卻因為華航飛機上的China Airlines被國際媒體誤認為 這批口罩是來自中國的捐贈 這些都是對台灣的損害甚大 也影響了台灣在國際間被看見的可能 過去其實蔡英文總統也表示說 華航應該要有更強烈的台灣的識別度 蘇貞昌院長也同時認為 長期以來我們被誤認為China造成一些國際上的吃虧 讓我們屢屢受到影響 林佳龍部長也支持華航證明應該已經達到了共識 他也樂觀其成 所以時代力量黨團在這邊提出來的就是針對這個短中長期各分別提出的建議 希望能夠來推動華航的證明 短期可以考慮以飛機的塗裝來取消或極小化China的字樣 或加注台灣的字樣以及台灣地圖的方式來進行 來讓世界看見台灣 中長期的部分希望能夠更積極的來推動各項的方案以及配套措施 現在在台灣的國民方面 華航的證明已得到大家的共識了 現在應該是最好的時機來推動這項政策 也希望朝野各黨能夠同時來支持這樣子的華航證明案 謝謝